检查总长黄世民被控泄密案 台北地方法院在今天首度的开审理庭 那么今天呢是准备庭 受命法官的是陈志辉 要厘清的是卷证的资料 还有未来调查的方向 另外呢 这是监察院弹劾案之后 黄世民第一次的露面 他面对镜头表示 要在官司上真清白 最新的情况 我们要请记者温思涵来告诉我们 思涵 是主播台北地方法院 在今天下午2点30分的时候 首度针对检查总长黄世民的泄密案 召开准备程序题 那今天总长呢 来到现场的时候呢 是直接呢 就在现场呢发表言论 但是拒绝媒体受访 让我们来先来听听看呢 总长怎么说 在这段时间 有很多很多的亲朋好友 还有很多不认识的民众呢 都默默的在支持我 来帮我孤舞打气 所以这个是我能够坚持走下去的原因 英国诗人啊 赵拜伦他说过 他说逆境啊 逆境 是通往真理的第一条道路 所以今天这一战啊 不但关系到我个人的清白 也关系到我们今后 整个司法界 是否有能力来抗拒 政治力的干预跟介入 基于这个理念 我一定会坚强的走下率 绝对不会退卸 谢谢大家 好的 检察总长黄世民呢 还是强调自己的清白 并且呢 也相当 对这一次的庭呢 相当的有信心 那么呢 我们可以再看到呢 检察总长黄世民身边的律师团 阵容相当的庞大 包含了有黄清风 王如玄 以及罗明通 那其中呢 罗明通正巧 又是国民党的委任律师之一 那到底这一个 这两个双手的身份呢 其实呢 是备受争议的 那么呢 到底黄世民总长 到底有没有泄密呢 那我们要等到呢 法院做出最后的裁定 以上现场最新主播